白内障手术什么时候做最好 王小棠 健科 副主任医师 对白内障患者 应该定期的复查 以了解经体挥拙的程度 以及视力情况 当白内障患者的经体挥拙 引起视力下降 影响到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时 可以考虑白内障手术 一般情况下 视力在0.4以下 手术是比较好的时机 或者是最佳时机 提醒白内障患者 不要过躁地接受手术治疗 也不要等到白内障 完全挥拙时再手术 这样的话 手术难度及并发症 发生的可能性要高 专家提示 1.白内障患者应该定期复查 了解经体混浊的程度 以及视力情况 2.当经体混浊引起视力下降 影响日常生活时可以考虑手术 3.一般情况下 视力在0.4以下 是比较好的手术时机 4.不要过早接受手术治疗 也不要等到白内障 完全浑浊时再手术 5.0以下